透過直接接觸可以跟他們解釋近期的改變 他們都很希望香港的民主部分可以加快 我想特別是澳紐、美嘉鵬一樣 就是享受這個民主的成果 就是自由的空氣 可以用他的權力更換這個政府 但是香港人來這個夢想仍然是遙不可及的 劉翁、劉嘉鴻就是我們人民力量的主席 新成立 人民力量是三月正式成立 執委會都是在七月至選舉產生 我們來這次區議會的選舉 大約有五十個成員三寸 這次區議會選舉我們的目標 當然能夠贏到議席是我們的期望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覺得香港加這個政治環境 是一個很惡劣和很低沉的政治氣候 因為自從去年民主黨支持 我們所謂的這個偽政改革方案 政府提出這個政治改革之外之後 這個功能組別的模式 差不多可以說是永久會存在的 令到香港的所謂全面普選的希望 可以說是更加渺茫的 我們看到回歸之後那十幾年 香港的政治空間越來越狹窄 還有中國共產黨操控香港的情況 是越來越嚴謹的 我們看到回歸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 政府重新引入區議會委任制 因為彭平方的時代已經取消了區議會委任制 突然間引入 變成透過委任政府 可以操控十八個區議會的組成 第二就是取消了兩個事情 第三就是多次的人大釋法 而另外在選舉方面 政府是擁土 政府包括中央政府 政府是透過各種方法去支持 所謂親建制的派系 所以香港在一個民主發展方面越來越困難 我們就很多謝海外很多朋友的支持 因為今年剛剛也都是生涯革命一百周年 所以我們今年怎麼這麼強調 就是要出來海外呢 因為當年孫通山的生涯革命成功 都是靠海外的華人支持 同樣我們都深信覺得 香港的民主運動的成功 當然香港的本土的運動是重要的 但是海外朋友 海外港 就是香港或者華人的支持 也是不可缺少的 因為透過他們的關注 透過他們的支持 香港的民主運動戰 沒有那麼容易被這個中國共產黨 打壓或者這個消滅 因為海外的朋友 對民主的認識和體驗 絕對比香港的人更加清楚 還有香港本身 因為很多人跟內地的做生意有關 很多時候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 所以在支持民主方面 不會有海外的朋友 那麼直接和那麼投入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接觸 可以強化和海外的聯繫 令到香港的民主運動 更加可以多元化和立體 還有更加有盡力 我們去三個城市 這個雪梨比德鋒 你去幾時鋒 今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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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些地方 在大學會有一個人的 inconvenience 我們看地方安排 我們大學會有 也會有 在社區也會有 那幾個地方安排 在雪梨 有多少個工具 基本上是明天 明天 在大學 都是在社區,我會講身體革命與香港的關係, 劉主席會講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民主運動和民主運動的繁殖體, 參加廣東的那些聽眾, 未知,明天知道,明天第一次, 會有本地人,華僑學生或者本地好多人, 我想幾方面人都希望會有,公開的活動,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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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純粹是,有些紀念怪物送給朋友, 亦都介紹人民力量,組織, 兩次,你去美加有沒有, 去美加就,最近那兩次沒有, 2008年那次,社民聯合時代, 他有一次就是為選舉授權, 但是就近這兩次, 他主要是,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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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這年, 就, 香港的政治, 發展很多方面, 第一就是, 五區公投, 就是五區總辭, 平常公有的運動, 那另外就是, 就是, 我和英文退出社民聯, 重組這個人民力量, 有很多方面的政治的人事的問題, 直接, 就是支持者解釋, 講到, 就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 最近這兩次的美加, 是沒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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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一來的時間問題, 那, 二來, 澳樓, 我們的人事的關係, 又不是那麽強, 那, 也都透過人網, 聯絡了一班朋友, 那, 也都最近, 就是, 一些朋友回香港, 又跟我們再接觸, 那, 就是, 多了人聯絡,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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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覺得, 就是, 要盡快我們, 人民領略, 剛剛成立, 那, 一成, 就是, 我們三月至成立, 那, 就, 那, 就, 那, 我們是比較多, 第一, 可能沒有樓, 始終的懷孕就好, 那, 第二, 其實, 任命令, 老實說, 或者是以前四百年都好, 我們有比較多, 在香港人網做節目, 那, 香港人網是一個, 就是, 香港人網最新的網台, 就是這個平台, 是可以, 是可以, 很無法解地, 可以去到國外, 的, 而這個所謂平台, 是, 大部分的主持人, 比如節目的人, 或者十幾個政治男場, 都跟我們很相近, 那, 變成, 這個平台, 其他, 香港人網都沒有, 那, 變成, 以前那一套, 譬如, 可能是, 美嘉禁, 或者是, 接收香港的政治資訊, 都是靠報紙, 靠新聞, 都很被動的, 但是, 自從有了香港人網, 而我們大部分的, 很多成員都在這裡做主持, 那, 就越來可以,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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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即是, 即是, 我們來講, 開始都做了幾年, 這樣, 剛才, 人民的政策, 所以, 就開始覺得, 應該我們的支持者, 也都有了要求, 覺得, 為何只會去美嘉賓, 所以, 我們都會有信心, 即是, 也有需要, 但, 譬如, 我們可以為先頭部隊, 不單是, 人民的政策部隊, 甚至是, 香港政權的政策部隊, 這個, 老實說, 我們在, 人網這個平台, 都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 原因, 即是, 多了支持者,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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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政見, 或者我們的想法, 是, 可以這麼無遠分界, 只在國外, 大家都聽到, 應該是得過我們的, 其實, 因為我就是靠這個, 大部分的人, 都在香港人部做主持, 有很多人都聽, 喜歡聽我的節目, 即是, 其他政黨部的, 其實不太, 即是, 在香港來說, 即是, 都是聽TVB, 或者在報紙, 就比較被動一點, 都不夠全面, 所以, 在聚集, 不如支持者, 即是, 有興趣, 不一定支持我們的, 海外的環境好, 學生好, 人數少很多, 所以, 我們會第一課, 會的, 因為, 即是, 我們看回美加, 我們當初接觸的時候, 去探訪的地方, 開頭那時候, 即是, 即是, 有20多人, 譬如我們去得多些地方, 慢慢慢慢, 你們在澳洲的支持者一起, 很多我們第一次見的, 譬如我們去多倫多, 我們去過商場演講, 都會說, 廣東的新世革命, 即是, 與香港, 成二百多人, 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接觸, 即是, 逐步將香港的情況, 多一些機會, 跟澳洲的朋友, 這個, 即是, 交換意見, 那也都, 如果是多些的, 來澳洲的話, 希望那個, 參與的朋友, 會越來越多了, 所謂參與是什麼意思? 關注, 和我們接觸, 和這個, 即是,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海外的朋友, 要留意香港的政治發展, 即是, 不要變成了香港, 爭取民主, 好像一個孤島, 即是, 你沒有這個海外朋友的關注, 和支持, 即是, 香港爭取民主, 會越來越細孤力弱, 會越來越被打壓, 會越來越被打壓, 可以解釋一下, 你的海外朋友, 是唐人, 就是西人, 我們現時的重點, 就是這個, 主要是香港人, 香港人, 主要是香港人, 我們這次來, 是沒有聯絡, 就是, 澳洲政府, 沒有聯絡這個, 本地的, 即是, 主體傳媒都會接觸, 所以, 我們現在, 即是, 這次來的重點, 都是接觸香港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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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做些ヽ ノ, 其實很多網友, Post, 來看親身, 最好, 這個表面, 還有一些修正, 好, 我們・・・ 台下, 以後可能會動滾來澳樓 去第一次 可能又有其他 未來過的人就來過 另外可能又去美加 或者再來澳樓 可能會多些 可能會多些 其他所謂清一輩一些 譬如馬必 馬草泥 紳士醫生 變了希望 地區又多了 來的人數又多了 還有可以接觸到層面又多了 我跟他也有些代購 可能他吸引的支持者 又跟我們吸引的支持者 或者喜歡聽我們的節目有不同 所以希望可以再把層面 再廣闊一些 放大一些 希望可以 我們可以開外的支持者 都會最早一個任務 這次的訪問主要是你們兩個 我們兩個 沒有其他 我們兩個 人民力量 我們現時沒有一個會員制度 因為我們人民力量 是由四個團體 簡單講講 人民力量的組成是由四個團體組成 都是一個聯邦性的組織 這四個團體就是 選民力量 郭嘉雯就是代表的那個組織 另外一個就是 前社民聯的成員 主要是 當時在社民聯組成的時候 有一些支持者 第三就是所謂難營 就是香港 跟台灣有關係的一些團體和人士 已經有部份是前國民黨的黨員 亦都是一些台灣畢業回來香港的朋友 而第四就是 這個前線 就是連一個香港共同組織 這四個組織組成 我們的領導層 執行委員會 就是由四個組織 每人派五個成員 就是二十年 最佳我和郭忠敏做了兩個立法會議員 就是二十年 就是組成這個執委會 我們現階段 就不招收會員 但是有人民力量之有 一個 就是 較為淡一點的組織 就是說人民力量本身就是二十二個執委 但是其實人民力量有四個組織 每個組織之下的會員 你都可以說那些其實都是人民的 但是屬於人民力量這個組織來看 就是這個執委 如果你看回過去那兩次香港很大型的社會運動 譬如七一的遊行 還有人民力量組織了一個為立法會 天下為公的行動 譬如七一遊行 我猜我們有數以萬計的支持者參與 是的 那就是 而這個 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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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可以有三千人參加 如果你看回近期 就是今年 是不是今年剛剛成立 就是如果以今年香港的社會運動 包括幾次大型的行動 表面上看那個參加和支持的人 的情況 就是我們感覺 支持我們 很支持民主黨 民主黨是香港第一大民主政黨 但是當然一切去看選舉結果 但是就是我們看那個 在網上也好 在輿論也好 就是所謂一些封建節目也好 就是我們的支持者 現在是 那個數字是不斷上升的 那看到 從這個現象看到 香港市民對現時香港的政治發展 是不滿的 譬如民主黨領導了香港二十幾年 很多人就不是很接受香港這個民主的步伐 和整個政治氣候 當然是求變的 跟美國一樣的 美國市民求變的選了奧巴馬 你見到很多東南亞 很多地方都是變變的 但是香港幾十年來 一遲死水 我想香港市民都開始有個求變的心態 剛才說到台灣 即是人民的地下 那時候國民黨 政黨明明是執政支持的 在他們的議會上 有很多打架 有很多人 那大家會和東南亞 有很多時候有些激的行動 會不會在你們開發的道路上 我又覺得我們不是說 模仿台灣的模式 即是我們很強調 我們是一個本土抗爭的組織 即是我自己從政去過了二十六年 以前沒有這樣做 即是我們跟民主黨都很創立 民憑我都很創立 八六年開始創立 那是為甚麼香港要走 一個所謂議會內外抗爭 不可以好像民主黨過去二十年來這樣 所謂用一個溫和理性去做法 因為政府不聽的 即是你怎麼溫和理性 即是它是完全不理你 毓民一擲招 他就立即取消那個老人金的入息審查 我擲完陰獅子他就派六千元 即是你見到這個政府 你不衝擊它 他就是那個思維和那個管治態度是不變的 所以我們覺得發展到今天 我們見到 如果你用那個社會 我們最重要的是社會和經濟的情況 即是回歸一十四年 貧富懸殊加劇 香港的堅尼係數是全世界發展地區最高的 它的堅尼係數是2053 全世界最高的發展 貧富人口亦都是不斷上升 現在香港的貧富人口是一百二十七萬 那你見到那個財團的資產是不斷上升的 如果你用長和系統的資產 跟這個八十年代幾 八十年代那時候就二百幾億 二百幾億的資產 現在加起來呢 即是長江和王加起來呢 即是整個六千多億的資產 即是你看到那個財富的上升和累積 而市民的生活的苦楚是越來越惡化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民主黨在二十幾年領導香港 這就是民主黨領導民主運動 香港社會的結果 那我們是不是要繼續 就是容忍 我們最近這幾年就開始說這個地產霸權 是吧 那你是不是繼續容忍這個情況 比如你澳洲的朋友就很幸運 最低工資十五元 我剛才聽他們說最低工資十五元 香港鬧了十幾二十年 成立的最低工資法都是二十八元港幣 是吧 那你看到那個貧富言說的情況 是吧 你那些大機構那些執行總裁 那些人都去到千萬年薪 是吧 但是最低工資是二十八元 所以你看到那個貧富言說 和那個整個社會的傾斜 即是香港政府管治那個傾斜 都是傾向這個大財份 所以我們覺得 即是你香港繼續是這樣下去的話 就是那個貧富言說的問題 只會繼續惡化 那變得到了九月 和我們新做的那些行動 你們香港會就開會了 你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策略 這個態度和策略會不變的了 那我記得我 那這個態度和策略你能夠說清楚嗎 我們是會用議會內外抗爭的模式 我們是這個 會用於挑戰堅持的法律 就算是這個衝擊那個法律 要被監禁 我們都在所不適的 我們都有 就是想著隨時被被監禁的情況 而這個 總之它那個管治 或者它那個壓力是很大的話 我們抗爭的力度哪會提升 即是我們抗爭的力度 無論是以會外或是以會外面 其實都會跟那個民情 那個反對是有一定的 即譬如好像六千元 派遣或者所遲 即再早 再早一點 即是一千元約職政策 或者剛剛近期那個所謂第五方案 其實很多時候你會感覺到那個民情的反應 或者你需要領導一些民情的反應 是對政府有很大的抗爭 那你相應你在議會內 在議會內做一個大一點的抗爭 或者比較衝擊性大的抗爭 都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在香港 即不單止在一個政局那麼 即被控制之下 甚至在全會 全體都是 大部分都是歸了邊 對一些 譬如民主派 或者甚至要對抗政府的報道 都是很優勢的 一些比較 所謂突出一些 或者激進一些的做法 在議會外 或者在議會內 都其實是很有水 如果不是吧 就沒有辦法將那個 那個民情 或者將那個 那個事件 或者政府做的議案 那些決定的不義 是帶給香港市民去 而其實所以 剛才你所說的 台灣的議會內 那個所謂比較武力的抗爭 其實這件事 在不單止台灣 整個東亞社會 你日本 在七十年代 或者八十年代 跟自民黨政府 即執政抗爭 那時的反對黨 都有這些抗爭 再加上南韓 在未有民主政府之前的議會 其實一樣是有這麼衝擊的 更加暴力的場面都有的 這個基本上 其實第一 就是一個東亞地區 爭取民主 而有議會內海 兩個模式的一種 都幾必然的做法 因為意大利也有 意大利也有 意大利也有 歐洲也有 歐洲也有 也有 特別有一些小黨 覺得他們被壓迫 很多的民意 來扭曲的小黨 他們就透過這個行動 衝擊這個所謂的執政黨 所以在議會上 就是用一個身體語言 用自己的語言 去衝擊那個 管治的階層 是一個挺慣常用的做法 而其實很老實說 在國際來說 這種甚至是屬於 相對溫和 或者是非暴力的做法 因為 有兩種選擇 一是在議會內 有一個比較 衝擊性的抗爭 也希望這個議題 帶回出來 一是甚至有些更嚴重 就是在街頭 已經有很大規模的示威 甚至 香港的示威現在 是非常嚴重的 香港的示威 不要說 法治中國家 法治英國 只要出現街頭的示威 可以出現很恐怖的 所以如果 其實是一個抗爭 就是為了對抗政府不義 就是因為民主的社會 要有 向政府的施啞 爭取那麼多的行為 在議會內做一些 所謂 托出少許的抗爭活動 已經是相對極可 和溫柔的做法 其實 我們覺得很諷刺 特別是民建聯 香港的保皇黨 批評我們激進 激烈 如果和他們領導的 六七年的反應抗爭 如果大家看回 當年反應抗貨 他們用土製菠蘿 燒車 用汽油 林彬 燒死林彬 那些暴力 我們相差九千多萬億元 所以 指責我們暴力 我們不接受 我覺得這個是扭曲 我們是衝擊 我們是透過抗爭的手段 去衝擊這裏的議會 很多人說髒話 我們說髒話 我們說幾句不是髒話 我們從沒有在議會內說髒話 我們從沒有在議會內說髒話 衝擊這個 我們衝擊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這個議事堂根本不是一個神聖的議事堂 是一個污衛不堪 還有是一個沒有民意代表 沒有民意認受性的組織 給功能組別扭曲民意 你這個小圈主選舉的特首 根本就是和那些大財團 眉來冷去利益輸送 完全漠視這個市民的福祉 所以我們要衝擊 我們是衝擊一個沒有民意認受性 衝擊一個污衛的本治階層 那怎樣去你的手法 你的過程 怎樣才是可以 比如說 一個比較明明 一般人所接受 很溫和的法律 去到什麼程度 你可以做回你的手法 要求到某個情況 我們覺得要市民接受 要市民意識的覺醒 跟當年孫生搞革命 那些人都說你搞事 你革命未成功那時候 那些人都說你搞事 你革命成功那時候 就是國父 就是國父 我們同樣 我們未到革命的地步 但是要推動社會的改革 就是我們覺得 意識的覺醒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們去年推動這個五區公投 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就是要市民的意識的覺醒 你不可以繼續 繞著手被人打 你不可以權益 繼續被政府和大財團 互相的勾結 來剝削 現在香港年輕人的出路 就越來越窄了 因為你做生意越來越困難 就是中小企 就是叫救命 你以前去雷敦道 還見到很多個韓國業 你現在去雷敦道 三個行業而已 就是金房 就是一個美容護膚 就是賣一些入財口 做大陸生意那些 你看到整個香港的經濟體系 這幾年就變得很惡劣 我一個最後問人 就是想問一下 前任應該是 發露屈記者 他有沒有發病 這個正正是看到香港的警權 無限大 以及整個政府管治階層的虛竅 就是任何事情 對他的管治身上 有捨微的一些挑戰的意味 他應該利用警權去打壓 即是去打壓 等同7月1日 我們138人被抓 我們兩個都被抓 我被差勁打了幾拳 在我身下 就是整個管治的模式 說話又不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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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又不夠我們衝擊 又不懂怎麼回應 就經常利用 希望利用警權 用來壓制這個民意 其實政府這樣做法 是很危險的 全世界沒有一個管治階層 可以透過警權 用來壓抑這個民意 你越壓抑 那個壓迫越大 那個反彈是越大的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那個外見 都挺令人有害 就是不行 不是以事件本身 而是感覺到 因為其實你說那件事 我想不會是曾蔭權落命 令我要抓他 但你還要看到 其實原來那個 他不博視 譬如記者的權利 或者普通人的權利 那個想法 已經是滲透了 譬如警隊裡面 甚至警隊 可能是中層負責檢控的人 你會覺得 原來我見過記者 你犯法的 我就抓你 而從來沒有想過 你是不是合理 從來沒有想過 記者本身的採訪權利 甚至沒有看過 那個權記者本身 那邊有一個說法 就是警察 原來是知道 他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 值得一的地方 就是原來 都不理 我決定 不理市民怎麼想 不理其他人的權利 所以他那個想法 不單是在最高層的政府 已經滲透了 在政府 警察的隊伍那邊 就是原來的 那個警權 所以這件事 很令人憂鬱 所以我們要對警權 一定要有很大的監察 我想我們會繼續做的工作 就是對警權的抗議 所以其他組織都會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很需要做 因為我們七一那天 就是見到曾偉雄 上映以後 你會見到他們那個 檢控的情況多了 是的 很強硬 那這件事 他強硬 我們也會強硬去應對 如果不然 再這樣下去 讓他任意 就是用這個警權 去打架市民 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大家坐下聊天 好嗎 好 謝謝